生育津贴怎么算? 生育津贴是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对职业妇女因生育而离开工作岗位期间给予的生活费用, 应在女职工分娩后三个月内向相关主管部门办理生育津贴申领手续。 其计算公式为女职工本人生育当月的缴费基数除以30乘以假期天数。 其中,生育津贴低于本人公司标准的差额部分由企业不足。 我国生育津贴的支付方式和支付标准分两种情况。 一是在实行生育保险社会统筹的地区支付标准按本企业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公司的标准支付, 期限不少于98天。 二是在没有开展生育保险社会统筹的地区,生育津贴由本企业或单位支付, 标准为女职工生育之前的基本公司和物价补贴,期限一般为98天。